坐在板凳上後 時間這群漏夜排買蛋黃酥的民眾 胡等到天明 人籠從蛋黃酥店門口往外延伸 拐了一個彎進到小巷 等到店門開再跟著隊伍緩緩前進 有的站在紅線黃線上 連遠景都看不下去 排第一位的男子來自台北 一行四人開車下來 徹夜未眠 慢慢長夜 靠滑手機打撲克牌度過 他滿臉疲態 滿累的 第一次 要幫客戶買 有大概上網查一下 所以才這樣說十二點 好 不然怕什麼三十點買不到 怎麼在那裡頭巾 現在頭巾 他們這七點 他們這七點才可以在那裡頭巾 我想要贏 彰化蛋黃酥排隊民店 二十七號請一連三天 至中秋節開放門市販售 門口掛出告示 發現代購行為不予販售 十五顆蛋黃酥原價七百五十元 但房間代購價 傳出一盒飆到兩千元 畢竟原價三倍 我們就賣 就賣一千三兩 明天就比較少了 明天就比較少 為什麼 你不是越接近人 因為送禮來不及吧 客人送禮來不及 為什麼外面有人喊到兩千的 我不知道 這我不知道 代購業者 每年中秋前夕 冒著被店家 撕破的風險也要排 搶發一波月餅財 在內圈是朱瑋 中央